這就是我們去康復和第二專業的一部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放五個問題 然後如果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再... 就是說事件巡投的話我們再繼續討論 我們今天是到... 排訂是到5點20 那沒關係我們就先五個問題 那如果真的還有其他問題 我們也歡迎就是 或是會在這個時候討論或是會後的討論 來 來 請 各位老師 各位教授還有長官大家好 我是明章生物科技 畢信宏 我這個是算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 要請教各位在場的貴賓或是所謂教授 還有或是有中央單位的一些官員在場的話 我再一次做一次烏鴉 我把上一次小鳳加工的烏鴉 我吃了一次杯茶水錶 這一次不會再有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在的返江產業 在目前台灣慢慢的又在復甦了 30年前從了金髮到現在 台灣的芳香產業可以說是死掉了 所有的標準還是停留 金流的標準還是停留在30年前 只有張朗 薄荷 香朗 那現在的所有的研究裡面 有那麼多的本土性 尤其這幾年包含國外 很多教授 很多的芳香界的健備 都很喜歡台灣本土性的金流 尤其是法蘭共現在在台灣非常夯 她在台灣看到蕭南的一個報告 跟金流的時候非常盡量 但是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出去 而知道我們領域單位的所有官員 知道問題點在哪邊嗎 那三年前的金流風暴 驗我們的台灣快服說 市場的紅快遍迫都是假的 這個議題應該 萬金流的人應該很有記憶 那標準 據我所知已經有定出來了 我還沒有看到有公告 為什麼 這就是阻擋台灣方向善言最大的問題點 那我想說利用這個場合 大家能夠討論一下 或是說把效能 或是把微信企業能夠解決這個方向 不然所有的媒合會都會產生一個問題 生產製造的問題 再來就是一個標準性的問題 謝謝 這個部分我們請給理事長 謝謝 您這裡提問的是非常好 金流不但有亂相 它還有異相 還有各種不同的面相 台灣的金流自從呢 有一個品牌來講 進到台灣來講 做船直銷 開始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現在行政院主機處 制定我們只曉得大概 航直業類別裡面有幾個單位 一個是主機處 航直業的標準 第二個就是經濟部 經濟部在制定相關的這些產業類 那第三個部分 那麼就是把它變成一個航直業的職能 這是屬於勞動部 所以在這三個單位來講 之前坦白說 沒有人把它當成一個產業 尤其呢 最近向內政部申請相關單位 居然找不到這個金流方向料法等類型啊 出現在航直業類別裡面 沒有適用的 所以我看您不斷臉 我大概一定也去申請去了解的情況 所以 所以基於這個情況 這個什麼 我旁邊那個 相關金融經濟學會的李成年理事長 已經跟我們的農委會 然後跟我們的行政院主機處 跟經濟部 那麼在前一陣子 還有配合我們生技工會 然後召開了一個會議 預備要把它規則化 那這個部分也有請 這個洪博士一塊來參與 也就是說在這個部分來講 現在病病啊 已經開始在進行 那當然為什麼台灣會慢 因為台灣在這個方面坦白說 很多東西只要牽涉到療效、醫療、保健 這個部分 你知道台灣政府會非常的神聖 第二個 從去年到今年 整個著眼點都在疫苗跟防疫上面 所以這個東西本來在今年會有一個初步的雛形 但是現在呢 還是這個什麼 要可能也要當一段時間 所以以上說明將領 可以了解嗎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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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再開放 第二個問題 前面那個臨事所的各位長官 還有各位貴賓和各位先進 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林業生產合作社的理事主席 就是最近在網路上那個環環 對我們森林經營有意見的那個單位 那今天我們來是因為 我們其實我們在當地 包括這些精油植物 也是我們合作社成立的時候 蠻看好的 但因為這塊可能在 就是過去只沒有機會 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論壇 那我們想往這方面 因為我們是生產者的角度 那看到臨事所做這麼多這方面的研究 我們真的也很高興 那想請問 我們如果說 未來它朝這方面走 我們能 比如透過臨事所哪個單位 能夠給我們比較完整的資訊 能夠來輔導我們 能夠來輔導我們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方向 的路子可以走呢 然後我想知道說 如果這樣子 我得跟臨事所哪個單位聯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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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問題 那我們請洪博士來 如果想要跨入萃取物精油的產業 其實 從一開始的話 我會 像我這輔導這些產業 我會請它走雙軌 我會 你可以同時賣原料 也可以 也同時可以經營你自己的廠牌 那 經營廠牌有可能 需要 三五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 那如果說 從賣原料開始 然後 或許 就是 就是一條路 然後 另外一種就是 你也可以透過我們 你事所的一個 檢驗的系統 就是說 假設你的精油的良悠 或是有夢魂餐 這我們都可以幫你打關 另外還有是 進入靈業實驗所的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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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的系統 它有 就是 那個 對 就是到我們的 靈業實驗所 它有一個 輔導的系統 它是透過我們 技服組那邊 可以進到我們的輔導的系統 然後 進駐在我們這邊的 叫做育城 育城中心的廠商 那 其實也不用急著 就是 就是 多 多跟我們這些 研究人員 多討論 看看你的方向在哪裡 這樣 比較 就是說 不會一下子 就是 可能 投資或是怎麼樣 走錯方向 所以把自己的方向先 搞清楚 那 我想請問就是說 那我可以跟 是不是跟 跟洪老師這邊 跟您聯繫 還是 沒有問題 我們就是 有 我有明片 等一下 我跟您明片 約時間 好的 可以來 大家談一下 看看 你的需求 還有我可以幫你什麼 好的 謝謝 謝謝 還有嗎 問題 機會難得 好不容易 請 這些業界的大老 抱歉 洪教授 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 這是屬於 我剛剛問到的 還有檢驗的問題 檢驗標準化的問題 像說 我們現在流行的 台灣本土性的金流 除了帳牢之外 那幾樣東西 那你像說 紅塊 辣植薄 蕭蘭 香山 這些標準 現在卡關 到底卡在哪裡 沒有標準 這個跟環保团體 沒有關係吧 標準不標準 跟 拉布拉帕 沒有關係吧 那這些的話 像代表本土性的 我們居然要算售開發 包含月桃 這些成分的標準 有沒有單位可以驗 那可不可以三月試用 就算說 臨時所 中興大學 各個研究單位 他們能不能做分析報告 能不能用於三月試用 能不能做COA MSDS 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我跟我們組長 其實都是 過去都是經濟部 標準局的委員 我曾經當過化學委員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 那個 飄柔木 你講 小的紅塊辣植 就是飄柔木的問題 那時候他們也有 經濟部標準局 跑到我們實驗室來公開 那最後 最後為什麼無疾而終 因為 最後發現到說 其實很多 植物會發 會有什麼 化學品系 生態品系的問題 最後變成無疾而終 還不敢定標準 可是 你沒有標準 都不行 因為你混餐再加上 或是說 加上 就是以假萬針之類的事情 層出不窮 那變成說 我們目前 有一個 有一個構想 就是說 可能 你沒有這些主要成分 即使就不用去談到 魔性 也不用談到說 這個是什麼 有沒有效 所以必須說 假設 紅塊領薄 或是 甚至一些 會眾木頭 我們可能就會定幾個 那個 那個 有效成分 或是主要成分 然後它含量要在百分之多少 以上 它只會 當作是一個 紅塊的一個標準值 那 可能不會 定一些像 它 它有爭議的成分 可能 它 它可能種到台中 這個成分就不見了 它可能會變比較少 可是 它種在台中 台北同時都有的 或是在台灣 都是同時存在的成分 用這種成分來 來當作標準化 會是 比較有希望成功的 抱歉好美好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 據我所知 已經有訂定這個標準了 那這個標準 應該是卡關在於農委會 那 我只是說 我們如果說 林事所這一邊 其他 那個 林務局這一邊 能不能說 把它做一個解套 因為很多東西 真的需要這些標準值 你像說 紅塊 紅塊是 陶淨良希 那 扁駁 很簡單 就聳優希 那這些 要訂定是很簡單的 包含說 你們林事所有 很多的報告 謝博士 謝偉忠 謝博士那時候 做了非常多的報告 這些都可以 稍微訂一下 那為什麼我一直想不通 為什麼 報告出來了 為什麼 花了那麼多錢 據我所知 都花了那麼多錢 做出來的報告 一直沒有出來 這應該是 我們那個 理事長這邊 應該可以幫我們出個力吧 OK 您剛剛的問題 我在您前面一個問題 再稍微補充一下 台東在饒興林縣長 還有配合農委會 水土保持 水土 保持分局 然後 在 今年二月延攬的 王智輝 王分局長 是農委會延攬過去 他們要做一件事 把我們台東 打造成一個 香草原地 就是亞洲的香草原地 那這個計劃來講 就針對很多的溫泉業者 然後呢 他們這個 進行呢 在 這個 就職業再造 再創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 台灣目前在整個 香草植物的運用 跟發展的理念 林市所已經開始在做 您剛才提到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現在 你要做分析 要是做成分分析 不是件難事 可是 你要把它運用在人體 你要把它運用在所謂的 一般 食物添加 或者這個方面來講 這個沒有辦法 政府很快的 然後去 公佈 來配合 民間業者 記得這個 我們牛章之 牛章之有一位 俠一叫林杰良 林杰良 在最後過世的時候 說 牛章之有毒 結果搞到 他現在七八年來 從中研院來 不斷的一個 總的文獻跟報告 就沒有辦法做人體運用 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 政府呢 當然 謹小慎為 跟小心禁慎 它是有它的 一個必要性 畢竟這個是 人民關天的事 但是您剛所提的 如果說 只是成分分析的運用 林市所這邊 絕對可以做 但是要把它運用在 什麼樣的範圍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也都在整合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 應該快的話 會很快 但是呢 現在在整合的過程裡面 包含到認證 包含到 這個所謂的 用什麼樣的標準 技術 我們最近在這個 網站上面都看到 一個訊息 就是說你交通違規的話 照相的這一個機器 符不符合標準 因為現在 凡案上面都上面有一個 經符合標準的儀器 所造出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 大概提供給您做參考 大概就可以知道 一個輪廓的脈絡 我是一個小農 我種了很多土肉粿 還有紙書、月桃這一類的 那我們現在正在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的產銷履歷會完成 那就是等於我們種出來的香草 是OK的 可不可以我們 配合觀光 讓我們做DIY的這個工作 是被法令允許的嗎 謝謝 我們要做DIY純入 我們不是要做金油 純入跟金油是兩個東西 好我先這個笨鳥先回答 當然我們很清楚 這個針對我出來的是純入 然後呢 萃取出來的是金油 這個是分開的 那你希望我 你講大概很多朋友都關心就是說 你做出來的東西能夠獲得官方的認可 而且是給你這個 增長履歷 然後同意 這樣這個什麼 能夠四年上去販售是合法跟安全的 是這樣的意思對不對 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原料 原料就是有產銷履歷認證 原料是OK的 符合數據要求的 那我們所謂的DIY就是說 今天有一台遊覽車的觀光客來 我們就跟他解釋說 像教學一樣跟他講說 這個紫書純入是怎麼來的 我們除了解說以外 我們就配合他一個實作 就用紫書 然後透過我們那種簡易的那種 鍋具 然後蒸餾出來 我們希望能夠給官方客 他更有收穫 也是一個等於DIY的教學 然後下一個環節 我們就利用提煉出來這些純入 我們去做手工香皂 然後做得很漂亮 他們都帶回去 增加我們那個收入這樣子 其實我們說商業有營利模式 那個營利模式就是 可能就是把客人帶到我們這邊來做一些 動手做的體驗吧 是這樣的 對 那其實你這樣的營利模式 其實很多生態農場都在做 那 你是不是有特別的客具跟別人不一樣 或是說你的DIY的結果跟過程跟人家不一樣 你這樣才有辦法做市場的區隔 不然變成其實很多生態農場 早就在做這樣的工作了 對 我是聽剛剛大家在討論 有關於這個檢驗標準跟法令上 是針對精油 那我們是純入 這樣有沒有混在一塊限制我們 純入本來就是有時候很多植物 包括植树甚至月桃 在淬金油它的收益版就很低 所以通常第一線的用 直接用都是用那個純度 那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只是說現在純度其實也沒有什麼標準 就像過去有人講說有些 有些純度是買的大桶金油在預期市 都是有可能的 那變成說其實莫衷於是 看你市場 你要走大馬路 就是要跟法規做結論 你要走小巷 或是說 或是要從小眾開始經營 這也是一條路 所以看你希望怎麼樣走 會對你是最有利的 那一般來講 小農應該都是先從小眾 然後盡量 盡量如果能夠避開法規的部分 這樣是最好 因為有時候法規太繁鎖 有時候你們也不見得會注意到 通常罰款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尤其在宣傳上面的一些誌言 那這樣子我大概了解了 我知道怎麼處理了 謝謝 我再補充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我們這些 因為我們都是以國有林地 這些東西比較多 那因為這東西又不列入零下經濟產品 那這個東西譬如說會牽涉到神運法的問題 那像我們林事主委 已經做了這麼多的研究 是不是可以建議 應該從法規上 以我們是生產者的角度 從產地上來講 這些原來就在森林裡面的東西 目前依據神運法 也就只有原住民 可以在他們的傳統領域裡面 去採集這些東西來用 那除此之外就不行了 那這個是不是應該 為了整個產業的發展 是不是應該要從這個法令上面 是不是應該也要有所修訂 不然這將來執行上 確實會有很多問題 謝謝 這個零下經濟有規定一些特定的物種嗎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所裡面 包括玉林組他們也都在努力 使這個物種能夠更擴大 擴大解釋 其實都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就是早期的這些 很多東西都是不是很完備的 所以你隨便種可能會 像水土寶石啊 或是說會影響主要櫻木 這些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所以它是算如果從統計學 算是一個多變數的分析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就是說不隨便 天然的馬道長在那裡 只要在國有領地裡面 也是不能採集的啊 這是違反申請法的啊 其實我看到很多經營者 他們就是直接種子撒一撒 他們其實還是會做他們自己的 謀生的動作 這是當然是一種比較 一種小道的做法 是 有時候為了謀生自然有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這是我看到現場的狀況 這在我們認為 像端木香谷都能開放的 金線也不可能存活得了 那也都開放的 那像這種原來就在長在國有領地上面的馬告 也不挖了圖 其實現在就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巡管員的執法問題 經常會有這種一個小小的動作 那可能就被森林發開發了 所以這個事情是不是能夠 就是透過 因為林氏佐這邊 據我所知道 林下經濟也是林氏佐的試驗中提出建議 然後給林物菊 那我覺得像這些東西應該是提出了天意 然後讓林物菊這邊才好得那個法令鬆綁 讓這個林業才能夠多元發展 而且我覺得這些東西如果牽涉到水土寶池的事情 那我們當然例外 哪怕是野生的 野生的 天然長出來的馬告或是月桃 其實在森林法裡面來講 是不能夠一個都不能拿出去的 所以這對我們示範者來講 這是很麻煩 好我們都是冒險 那等於說我們合法的人 合法群的經營群的人 做政府在推廣的事情 做的都是好事情 也得冒著違法的風險 那這些農民情何一看 不是沒發生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發生好多次了 其實我們在現場 看到一些原民他們已經有辦法說是用照片的方式來取得他的原物量 黃教授 現在法律規定只有原民才可以 漢人不行 原住民 意思森林法裡面的規定是原住民在他們傳統領域裡面 可以採集森林的副產品 來使用 但漢人不行 所以原民是沒有這個法律問題的 所以這些計劃我可能推在原鄉 當然這是牽涉於法律的問題 但是原鄉 這個原住民在山區的經營 它整個經營面積可能沒有漢米多 所以我覺得你要把漢米經營的這塊也要納入考量 那關於漢米的建議我們會向上建議這樣子 然後看看這個法律是不是可以修得更合理化這樣子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我想要請教一下一個 理事所的研究先進跟理事長 我本身是一個對精油研究很有興趣的自主學習者 那我有考英國的芳香老法的執照艾菲 那從研究從知識端到那個商業端 我都有親自去走過 那我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說因為像在歐盟的精油 他有認證過我們這個國家證照的這個產品 基本上消費者對消費者也是比較有保障 那但是站在我們台灣這個植物多樣性 這個那麼豐富的資源的立場上 我在想我們台灣這一塊啊 就是譬如說我在做銷售端的服務的時候 其實消費者會希望是看得到他的履歷 或是說他的有機這一塊的部分 是被檢驗的很嚴格 那歐盟這個農業是比較文明的一個國度 可是在台灣的話 我並不否認說小農的努力是不正確 或是他們我們台灣標榜的有機 是太慫…怎麼講 台灣的有機基本上會限制於我們的每個農地的範圍 其實不能夠跟歐洲的農業 那個農地的範圍去相提兵了 可能我們這一塊的農地是 標榜天然載種或有機 可是可能那個因為土地太小 可能幾公里外有用農藥 他就跳過來 就是在我們的制度面上 我們台灣大概還有走多久的路 才可以達到就是讓消費者在使用精油啊 或存入這一塊 有一個共有的或者是共同的一個標準 就可以被檢驗 然後讓消費者願意就是說支持我們自己 本土的這個有機的農 有機的精油這一塊的那個服務或是商品 另外一個是剛才那個李市長有提到台東 然後其實您現場像有一個新的計畫 那可不可以把那個就是範圍或是資訊 再進一步分享 謝謝 我先回答您第二個問題 這個您上網去查 大概有這個西部實行計畫 那麼對於我來講 因為沒有這個什麼直接或間接啊 去參與他這一個計畫 那雖然他有向我們工會啊 這個提出合作的要求 那麼這個大概過兩天 我會到台東去做個了解 那到時候也可以順便幫你詢問一下 好那到時候我可以告訴您 市場紅博士這邊 你們有任何需求 可以跟他做詢問 您剛剛的第一個問題啊 是現在進行事 坦白講你的問題很好 因為我們一直去看歐盟 但歐盟是真的就是真的嘛 我們去看美國 美國的東西就是真的嘛 法國也一樣 英國也一樣 每一個國家制定出的標準 就像現在我們的萊克多巴胺一樣 一樣的道理 每一個國家針對它的成分探別 是有它的一個標準存在 但是你剛剛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很認同 台灣要做台灣自己應該要檢測 不管無塑化氣 無農藥殘留 無重金屬 或者是以及它是否有機 有沒有被污染 那麼以及空氣中的接觸 然後造成的痠敗 或者是直接放的酒 它可以保存的期限 我覺得這個部分 剛才黃博士也特別提到 必要成分理念來講 我們現在目前能夠做到 就是所謂必要成分 它必須具備的 那麼這些條件先抓出來 那第二個 你一次想就可以曉得 這個植物千萬種 還不止千百種 千千萬萬種 那麼這麼多的植物理念 不管小農也好 你要做其中也好 你甚至於大批次的 然後呢去做工作也好 它一定會面臨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它到底能夠產生的效益在哪裡 從效益去反對 它對人體是有害還無害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 我很明確的回答你 我們現在正在做現在進行式 那現在進行式 一是產官學員的整合 第二個認證的標準 第三個檢測單位儀器 還有這些公信的儀器 然後所出的這個報告 那當然我們大家最清楚來講 政府背書是比一般都會有效 那但是政府它有沒有足夠的人力 還有包含到一些預算去採購 這些必要的儀器 那麼這些東西來講 那麼透過公規 還有一般的這個協會來講 我們現在也希望呢 把大家集思廣益力量集結起來 然後做出一個真正符合 什麼呢 符合兩個部分 第一個符合標準 第二個符合商業運用 如果都做出來 你不符合商業運用來做 因為這些所有的要求是延伸的周邊產業 那麼都會面臨滅絕的問題 因為不合法的東西 你放到檯面上 那像剛才這個土肉粿講的情況一樣 你只能用你自己在小範圍的小眾 然後去進行 如果你想要擴大變成一個品牌 坦白講 以我們現在跌創家務的很多法令來講 那是不符合時代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按照剛才第一位 這個什麼朋友發問的 那個什麼見面 他剛剛提到的 在政府機關都沒有辦法明確回答 立場行職業累累之前 這個部分來講 它是有疑義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積極的 再一次的重生 從認證的角度 從檢測的角度 從檢測的角度 然後從整個行職業整合的角度 再開始進行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已經5點26了 想要請問一下 在今天 或者是過去三屆 我們都討論到台灣原生植物 它的做原料 或者是它的發展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是可能我自己私心想問的是 台灣還有很多入侵植物 那如果在入侵植物的部分 如果也可以達到一個壞物利用的話 比如說銀河荒 小花曼哲蘭 這個部分 那小花曼哲蘭 因為已經有人把它體驗變成方文藝 好像效果不錯 那我不曉得像銀河荒的部分 林務局的各位專家先進們 有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或許這個壞物也有它的用處 比如說銀河荒有可能它有 比如說它的毒性正好也許可以 也是一種抗菌的作用 這是我自己舉例算策的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對於這方面有沒有研究呢 謝謝您 恭喜你剛好問對了 因為我跟我們組長過去有 接過入侵種植物車企劃 可是我們第一年就結束 那時候我 我是有做抗花瘾 我發現說 它有一個成分 但是它有 它的出稅物 它的抗花瘾 竟然比那個標準品還要好 可是呢 我們是想說 這個 這個大花行風草 太可愛 不需要把它面對 後來就第一年就結束了 可是 後來呢 中原院員 他們大花行風草往下做 然後 他把那個砍胖繼續往下做 結果他後來 他的 他那個砍胖 license 出去有好幾億的價值 可是 變成說 要有很多的 後續的配套 包括像 一些動物實驗 人體實驗 都要繼續下去 那 可是最終你還是要看 你東西做出來了 東西研發出來 最終你還是要面對市場的考驗 就算說 小花瓣澤蘭 中興大學 他們那邊有開發說 那個 那個 小黑紋的蓄力計 可是呢 好像 好像市場也沒有打開 那 那 大花行風草 其實也有很多在 在我們那個 林化街 或是在青草巷 都有在賣 它當作 煮青草的原料 可是 畢竟還是小種市場 它生長得太快 你根本來不及 把它吃完了 它就已經漲了很多了 這樣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好 感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時間很不早 那我們期待你下一次的見面 也 也 謝謝我們 那個 練習的所有的會員 也 期待我們 下次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務給大家 謝謝 謝謝